今天中午的本市发生瑞士细极追谋的地震 在亥来袭应变中心紧急开设防灾公园 进行灾民收容安置 众科区公所举办106年度防灾公园设备点减 以及收容开设演练 状况模拟地震发生后 该如何舒散安置民众 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 经由在应变中心做一些隐私处理之后 公布于公所的网站FBLight等群组 各工作组别人员进驻 每个人兼首岗位神情紧绷 更邀请安平里 宜安里里民共同参与 当有民众受伤 专业医疗团队及时提供服务 帐篷安置区域也妥善分区 地震的演练 让各单位同仁可以熟悉救灾流程 加深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 这次的演练是针对万一地震发生了以后 我们的这个收容避难 我们到时候是要怎么样去协助一些灾民 就是去做安置 今天的演练呢 我们也邀请到慈济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民间的社团 一起过来协助我们 结合慈济双核联络处 举系社区发展协会 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 中核分局等资源能力进行演练 平时确保防灾准备工作才能应付突发状况 不仅提升工部门的防灾意识 也让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水天空新闻中核报导 下轸门